陆生来台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两块来看 一块就是大陆生来 另外就是承认学历那一个部分 那陆生来台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 一方面是希望两岸的青少年 特别大学生这边研究生 他们有机会做更大规模 更长久的一个接触 事实上是现在台湾我们每一年 大概也有将近一千位大陆生来交流 或者交换生这样 不过他们大概停留几个月的时间就得回去 那开放陆生来台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来这边待久一点 四年两年练学位 那这样的一个比较深入比较广泛的一个 两岸青少年的交流 我相信对两岸的相互了解 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二方面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国际化 国际化 那以台湾的国际化来讲 如果说缺了大陆这一块 好像整个国际化也缺了一个一大块 缺了一大角 缺了一大角 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 事实上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是有两个法案在立法院那边在审议 上个会期就送进去了 但是一直到这个会期还没有通过 可是做政治工坊 是是是 我们希望 当然这个议题在台湾这边是一个比较有讨论的一个余地的地方 那我们也希望说已经经过两个会期的一个讨论了 下一个会期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那我们希望如果说下一个会期过 我们目前是希望说能够在明年开始 就开始让陆生这边能够到台湾来 练学位 他能够在这边四年 甚至于如果他喜欢的话 可以在这边练六年 从大学到研究所这样 那学历那一块是因为我们 一方面是从保障我们人民的权益 因为我们台湾 受教育的权益 是因为他到大陆去拿到那个学位学历 那也有很多大陆的新娘嫁到台湾来 或者是娶了台湾的太太 然后在台湾定居居留 变成我们的中华民国国民 台湾的国民 那他们拿到那边学位学历 如果我们没有给他承认的话 即使是对我们国民的一个权益 没有尽到完全的保障 那个是从学历观点这样来看 那二方面我刚刚也谈 因为几乎全世界所有的重要的国家 重要的大学都承认大陆的学历 那我们台湾在职责着说 好像是这一块我们因为什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不承认 好像跟国际接轨那个部分 有时候我们在开国际会议 谈起来大家都有一点点 好像有点意外或者好笑 那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可以展现 我们台湾作为一个开放民族 那样的一个包容的一个社会的展现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